海选谈竞老金。 柯P,贪婪老人。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还选竞选团队,14日下午最后面试,全程为开放媒体拍摄,仅由竞选办公室会后提供相关影音。 其中柯文哲在与英征哲对话时。 疑似谈道重阳竞老金一体,脱口而出你们就是贪婪的老人,就是没拿到1500元不爽。 海选最后一关有个人面试以及团体竞赛,除了大老板柯文哲,包括蔡碧如,李文忠以及市府发言人刘亦廷以及刚宣布请辞的副发言人林小琪都到场。 柯竞选团队事后上传部分面试影片。 其中一支影片柯文哲与英征哲对答,先讲到你要让他觉得你们就是有理想的,我们排北市垃圾分类随带征收,领先全台湾20年,为了建立整个台湾长久的老人福利系统。 你们愿意做一个示范,模范,接着柯文哲以自提起重扬敬老金一体,脱口而出你要讲说你们就是贪婪的老人,就是没拿到1500元不爽。 。 柯文哲竞选办公室事后澄清,当时是在模拟反对者意见,柯也从中参与讨论,并没有针对任何对象。 。 柯文哲竞选团队还选,是否同仁齐聚,图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提供。 更多三立新门网报导。 。 重发进老金。 柯文哲LINEUP神回。 蓝影全力抢救姚文志。 柯屁笑翻。 回国。 柯屁选办发言人是他。 母八配,这会是一场舞舞波的比赛。 。 记者卢关飞台北报导。 台北市长柯文哲还选竞选团队,14日下午最后面试,全程为开放媒体拍摄,仅由竞选办公室会后提供相关影音。 其中柯文哲在与英争者对话时。 疑似谈到重阳敬老金一体,脱口而出你们就是贪婪的老人,就是没拿到一千五百元不爽。 。 海选最后一关有个人面试以及团体竞赛,除了大老板柯文哲,包括蔡碧如,李文忠以及市府发言人刘亦亭以及刚宣布请辞的副发言人林小琪都到场。 柯竞选团队事后上传部分面试影片。 其中一支影片柯文哲与英争者对答,先讲到你要让他觉得你们就是有理想的,我们排北市垃圾分类随带征收,领先全台湾20年,为了建立整个台湾长久的老人福利系统。 。 你们愿意做一个示范,模范,接触柯文哲一次提起重洋敬老金一体,脱口而出你要讲说你们就是贪婪的老人,就是没拿到一千五百元不爽。 。 柯文哲竞选办公室事后澄清,当时是在模拟反对者意见,柯也从中参与讨论,并没有针对任何对象。 柯文哲竞选团队还选,市府同人齐聚,图柯文哲竞选办公室提供。 更多三里新闻网报道。 更多三里新闻网报道。 重发进老金。 柯文哲LINE AT 神回。 蓝影全力抢救姚文志。 柯P笑帆。 回国 科匹选担发言人是他 母八配 这会是一场五五波的比赛